那C说平时你健身吗 不解 因为像我这种岁数 我要去过人间办的表格 或者去健身的话 那可能老婆会觉得 我是不是要认识新的女孩 等等 大家觉得C哥说这个是不是真的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确实在很多关系里 一个人开始健身 另一半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可当我仔细一想发现 诶 不对啊 因为健身根本就吸引不了女生啊 各位不信是不是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粉丝分布图 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呢 我看到一条留言 才终于知道原因 来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我前任就是因为迷上了你 然后沉迷健身 最终我们分手了 因为他每天沉迷健身 健身甚至比我还重要 难怪我的女分越来越少 所以健身的男生 注定只能吸引男生吗 我不信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吧 健身前我要锻炼身体 吸引女孩 健身后 是男人就该刚 男人 这是你自己变了吧 直接说吧 我刚开始健身是为了吸引异性 结果后来照镜子 自恋上瘾了 诶 这个真实 大家都是为了脱衣服好看嘛 对不对 我作为一个男的 每个月补济就要花一大笔钱 然后还找个女朋友 偷我粉就算了 还偷吃我鸡胸肉 不可忍 老铁 你得反思一下 自己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啊 这已经是我健身的第648天 我已经逐渐忘记 自己当初要撩小姐姐的初衷 果不其然 今天又认识俩猛男 一个越南的 一个意大利的 然后我们开心地蹲了腿 一起拍了照片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唉 看了这么多评论 我发现大家跟我处境都差不多 那我还是很好奇 对于女生来说 爱见真的男生 对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呢 为了大家 今天我豁出去了 问一问我的朋友们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鱼儿哥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怎么 情人节找我裸聊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 哎 一言难尽啊 鱼儿哥我有个问题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的话 健不健身 是不是你的一个考虑因素呢 那肯定啊 我自己也健身啊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 因为我很大只嘛 我比较 比较壮实 所以从小我就是 觉得一定要找一个 可以一头撞死在他胸肌上的男人 你不让我最近谈太爱了吗 啊 真的假的 对啊 包肉啊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咱们再去问问别人 二姐我有个问题啊 如果你重新找男朋友的话 健身或者运动是不是你的一个考虑因素呢 必须是的对不是的对 因为对我来说 健身和运动是我的一个生活方式 倒不是说非得要进健身房 我觉得他应该要很喜欢运动 可以是球类啊 可以是骑自行车啊 滑雪啊whatever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要合得来 至少说在你的生活方式上面 和一些大的方向 必须要达成共识 要一致 关键主要是你自己天天运动啊 对对对 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Jesse 你的走路标准里 健身是不是比较挑战的 是的 就是必须要爱运动 你可以多样性一点 但是一定要爱运动 不能宅在家里 那原因是什么呢 这样跟我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就是去同道会比较重要 对你们在一起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 就是当你选男朋友的时候 运不运动 是不是你选择的一个标准呢 我觉得对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 就是想运动的话 你应该就是 想玩笑笑的 是重要的 你能够有更好的男朋友吗 我认为是 所以你不仅仅仅仅健康 但是你能够一起联系 所以我觉得是重要的 如果你们要找男朋友的话 健不健身 是不是你们的一个考虑性呢 我觉得是的 因为就是两个人都有健身习惯的话 比较好把这个习惯给维持下去 我觉得 就是一个共同话题 然后也是一件可以一起干的事情 所以Jenny 你找James作为你的男朋友 是不是因为他健身啊 确实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因为健身的男生第一会自律 然后第二会健康一点吧 阳光一点积极一点 就有安全感一点 健身的人跟帅哥都很多 但是就是又好又帅的 这两个人好过分啊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大部分的女生对于爱健身 或者爱运动的男生 还是感兴趣的 yes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们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但我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博主 不能因为我女粉少 就不管大家了是不是 所以呢 我现在就替大家问一下 我身边的男性朋友 看看他们到底喜不喜欢 爱健身的女生 What's up 珊珊 All right 跟大家say hi 跟大家say hi 如果你要找女朋友的话 健身是不是你的一个考虑因素 哦 健身是吧 对 我以为健身 呃 拍戏一样 为什么呢 你都叫鸡肉珊珊了 还不太需要 我觉得啊 这个两个人一起吃那个鸡胸肉的那个 那场面都不能承认啊 我已经心里有那个口臭味 你看 哈哈 那个口臭味 作为女朋友的话 健不健身无所谓是吧 答案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什么都可以 女生就可以了 是吧 男女生的答案还真不一样 不行 我觉得咱们还再问几个人 找女朋友 是否要考虑健身呢 我的答案非常的肯定 是 爱运动爱健身的女孩子 性格特别好 相处起来呢 可能会特别的融洽 我觉得如果她很喜欢健身 很喜欢运动的话 会更加的带动我 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个相互相成的作用 前两天帅哥找到我 问了我一个问题 其实我和帅哥一样 也很喜欢运动和健身 但是找女朋友的话 我更看重的是一种 在一起的感觉 如果相处的开心 我觉得 我不会考虑单一的因素 各位队友请的小哥哥 和小姐姐们还满意吗 如果你满意的话 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 其实实话实说啊 咱们每个人刚刚开始 健身的时候 都或多或少 是为了追求某种认同感 或者就是追求 你自己喜欢的男生 或者女生 但是练着练着就发现 也许健身并不能帮助你 达到这个目标 这时候就会有人因此 而失去健身的动力 但其实我所理解的健身意义呢 本应该就是一个 取悦自己的过程 无论是开始自己的身材越来越好 还是精力越来越充沛 又或者是接触到更多 积极向上的基友 这些都会让你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 就像Terry刚才说的 两个人能否在一起 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 而健身只能算其中一个因素 但它绝对是个加分项 所以如果你因为健身 而找到另一半 那真的是非常恭喜你 还有点羡慕你 如果没有找到也没关系 至少会让你自己变得开心 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 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虽然已经有点晚了 但这里面我还是要祝大家 请人节快乐 好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其实健不健身吧 对于招女朋友来说 真的不是很重要 只要是你跟这个人 就感情好 然后心灵相通 就没有问题 比方说Nuno 她健不健身就无所谓 因为本身的体型 就非常的棒 就这样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们下个视频